原神3.8流水不好 有人比老米还着急 看着还跳上脚了 现在原神的角色数量 你就算把手脚都用上 数三圈你都数不完 对了前腿那还是俩四肢的 原神3.0大版本一共32个卡池 那肯定不可能是每个角色都来一趟的 而且老米付个老角色 基本上都有任务出场作为支撑 让玩家们通过对角色人设的了解 SOS喜欢上一个角色产生想要取回家的冲动 不是说一拍脑门觉得 哎呦谁流水好 我就专门复刻谁 这次3.8上半的可力优拉两大插P角色 人家专门给做了一个游乐场的图 下半流浪者和心海 这俩也不是完全插P属性 一个有大世界的跑图能力 一个有涌动绽放的挂水能力 有需求的就抽 没需求的也没人逼着呀 那原神本质就是一个卖塔的 流水不高难道出一次就不复刻了吗 按这个思路来说 老米早把苦茶子都赔完了 人家做的是游戏又不是工艺 而且人家赚钱也不是说 上来就让你手冲6块 VIP多少多少几 要不然你玩不了 再说了 3.8是版本末的涨草期 我觉得但凡有点逻辑思维的 都不会把流水不高的角色放在这吧 难不成要等到版本初期放XP角色 好家伙等4.0风单一开 一帮想体验水下的新闻家入坑原神 然后您给来可力油拉让大家偷 这操作那真的就很难评价了呀 而且长草期复刻XP角色 对于零刻V克来说 刚好能跳过几个池子攒一些原石 等风单水神和版本大ZE上线 能在第一时间拿到这些角色 不至于在4.0的深渊还受那个鸟气 对于那些重刻的老来说 他要是喜欢这个角色 也早在刚出来的时候就刻完了 谁还等得了这角色复刻再抽啊 行了我也不多说了 我也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着急 其实道理很简单 好朋友找到一个抗霸街就能挣钱的活 那放你身上你愿意让他倒吗 但是这种吃着你的 还骂着你的行为 在我们那儿啊 总称叫白眼狼 应该不会有人觉得这是个好词吧